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 日本沖繩縣知事選舉 星期日投票結束 要求削減駐沖繩美軍現任知事 玉城丹尼成功連任 知事選舉有關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 因此備受關注 選舉結果顯示 反對建設基地市民團體 全沖繩為後盾的玉城丹尼 所獲的票數 被位居第二的自民黨候選人做起真純 多出6萬票以上 美國於1996年同意將蒲天間航空基地歸還日本 日美雙方同意將基地搬遷到名湖市的邊野古海 以填海的方式擴大基地功能 日本政府想盡快搬遷基地 但一直無法說服沖繩的居民 沖繩是日美軍事一體化的重要據點 距離台灣很近 在台海局勢日益緊張之際 扮演威懾中國的角色 雖然岸田政府希望以軍情和復興經濟 來爭取民心 擊敗和中央政府作對的玉城丹尼 但也無法改變沖繩民心 玉城丹尼在記者會上重新反對基地建設 表示這次選舉結果 體現了沖繩人民在基地問題上沒有動搖 而岸田政府就發聲明指 葡天間基地是美軍陸戰隊 航空部隊的主要基地 位於沖繩市區 長期帶來事故危險以及噪音問題 因此爭取令到基地搬遷的策略不變 日本有輿論指岸田陣營這次敗北 和前首相安倍遇食 爆出自民黨和極端宗教組織統一教會 久前不清有關 並預測日後在爭取基地搬遷時 將會面對更為激烈的抗爭 執政自民黨無法奪回這個選區 勢必會扯入美軍事一體化後腿